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现在呢 咱们准备去一位老板家里面拿起台 这个二手的华为折叠屏 妹的xs 这款机型的二手机的话 还是包容量比较少的 当年首发价呢 16999 现在的话 咱们去看一下什么行情可以给他拿下 看看这个xs 这个这不是5g 双卡单卡 双卡的双卡5g 这么比 说好 过行了 重新都重都重新的是吧 9999 完美完美 加个少许给打包走 这下子了 真的很低了 管哈这种程度都7000多 没有6000 我好 我知道是777000多快8000 少个猪脚饭钱吗 行不行 这也不多 有一二十个 只有18个了 现在呢 这个机器咱们已经全部都拿回来了 就拿了有7台吧 多的话 也不敢拿太多 因为的话 这个机器的话 需求量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看一下来 都是从他那里面跳到最好的橙色的 基本全新 没有什么磨损 这种的话 应该属于是这个展示机吧 基本上完美完美 完美无瑕 看下关于本机 8加512记得 709905机8加512最高配的 这款机型的话 去年发售价是16999 现在的话 咱们是7点3可以拿下 等会只要了一个零头就可以了 还是这种冲心的啊 跟新的差不多都完美 这个折肥评的话 咱们也是玩过不少了 但是话 这个 这个差埃子的话 感觉和那个三星那个比的话 还是有差距的 什么话就这个屏幕就不行 和三星能比的话真的是差距很大的分辨比的话 还是有点可以的分辨一个感觉 三星的话 这个屏幕看你非常非常的细腻 不过话 这个华为话 它是支持双卡的双卡5g 三星的话 它是只能单卡的 这就是差距出来了 然后就这个系统 系统的话 不管是各方面 都要比翻新的话 那个要 要舒服 华为的话是往外折的 翻新的话是往内折的 像的话 那个屏幕话很有可能会损坏或者划伤 所以我觉得话也是一个缺陷吧 我去 不敢使劲折生怕把它折坏了 这玩意的话 一个屏幕都快赶上一个手机前了 比手机还要回的一个屏幕 这关机情况 现在你们觉得这个价位还值得入手吗 反正的话 咱们是已经全部给他盘回来了